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综合法 这叫做综合法 所谓综合法就是综合应用损心法 和矢量方程图写法 对机构做速度分析 那么这个主要是对一些复杂机构 复杂机构比如像我们的三级机构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机构 如果在平面机构有一个三级杆组 这样一个组成的这个机构 就属于三级机构 那么就属于的复杂机构 那么再一个就是组合机构 什么是组合机构呢 比如像齿轮和连杆这种组合 或者突轮和连杆的组合等等 像这些或者突轮和齿轮这种组合 那这种组合以后 使它的运动球界就变得非常复杂 那么这时候 我们单纯的用一种方法 比如一般这种机构 它都是构建数的比较多 所以这时候用损心法的话 你这个我们知道 三个构建有三个损心 四个构建有六个损心 如果是有六个构建的话 增加两个构建 损心就达到十五个 就是十五个损心 所以你这个十五个损心求解起来 就非常繁琐的 所以你再利用损心求解 就显得更困难 另外就是用矢量方程图解法 对这类机构求解的时候 那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甚至可能有些无法求解 我们说一个矢量方程求解 必须要仅有两个位置量 但这时候我们对于这些复杂机构 往往是求解是位置量的 可能多于两个 三个甚至更多 那这时候你就无法利用它来求解 但是把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 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所以我们在这儿 但这种方法 由于速度损心 只能用于求解速度 不能求解加速度 所以这种方法 也只能作为速度求解的一种方法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用综合法 如何来进行速度分析 先看第一个 摇动筛 那么用综合法 做摇动筛机构的速度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摇动筛的机构 那么摇动筛呢 是这样的 就是构建四呢 是一个筛子 然后通两个悬挂杆呢 把它悬挂起来 一个构建五 六 然后呢可以 它往复摆动 那这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动力 带动呢 这构建二来 轴轴转动 把这个转动运动啊 通过连杆 BC 就可以和这个筛子连 连起来 这样就把一个转动运动啊 变成了这个筛子的往复摆动 啊 这样就可以利用筛子进行筛选一些物料 那现在呢 我们来分析呢 要求分析 做速度分析 速度分析呢 我们已知 各构建尺寸 和原动建二的角速度 欧米格二 构建二呢 欧米格二是已知的 现在我们要确定呢 做出 该机构在图示位置时 的速度多边形 那么要做速度多边形呢 显然 这个是要用 矢量方程图解法 通过 列矢量方程 再进行做图求解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机构的这个分析 我们首先呢 对这个机构要做一个结构分析 了解一下 它究竟属于哪一类机构 是简单机构 复杂机构呢 还是一般的这个二级机构 现在 我们可以看 如果我们去远离 这是原动建 远离原动建呢 我们可以看 如果要拆二级组的话 它是拆不出来的 不能成功的 所以直接要四个五件 六个副 我们把这个呢 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三级杆组 这个三级杆组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机构呢 它是由原动建 机架 和一个三级杆组成的 所以这个机构呢 是一个三级机构 三级机构的话 它属于呢 复杂机构了 那么对于复杂机构呢 我们要进行运动分析啊 显然 当已知构建二的运动时候 B点的速度是已知的 最关键呢 速度求简要求 C点的速度 先要把C点速度求出来 那么只要求出C点速度 再将求出D点速度 或者1点速度 那么已知构建上的 这两点速度的话 第三点运动 那就很方便确定了 那这时候呢 只要确定了C1D 那么机构的所有的速度 都是已知的 这时候呢 就可以做出速度做变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利用这个速度 先用矢量方程图解法 列出它的速度方程 那就是 C点速度等于B点的 再加上呢 C相对B点相对速度 我们来分析看一下 大小和方向 那B点的速度呢 是已知 方向垂直AB 大小已知 那么C点呢 我们知道 CB方向呢 应该是 是垂直于BC的 垂直于BC的 方向已知 大小的位置 但是呢 那么C点的速度方向呢 由于这个在这个构建上呢 C点 它的方向和大小呢 都是未知的 所以这个矢量方程呢 是不可解的 不可解呢 我们看能不能再利用呢 这个构限的另外两点 比如低点或者一点 我们先利用低点吧 额列方程 我们看一下 那么低点的 方向是已知的 就是因为垂直于低点 它是绕 J这一点呢 做转动 所以它是垂直于这个线的 方向线是知道的 垂直于它 但大小呢 是未知 那么再一个呢 C相对于D 方向呢 已知 垂直于CD 这个条线 大小呢 未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呢 你无论 把C和它对 也是四个位置量 如果把这两个连立起来 也是呢 三个位置量 没办法求解 那我们再取一 同样取一 同理 你这个EF 垂直EF 大小位置 那么 它呢 VCE的 它是垂直于CE的 就是垂直于这个线段 大小的位置 那么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你无论怎么组合 它不可解 那么这两个组合呢 你看 也是三个位置量 方程 利用这个方程 也不能解 再一个呢 利用这个方程呢 更不能解 四个位置量 所以任意组合 这个和C的组合 也是四个位置量 是没办法求解的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方程呢 是无法求解 那么无法求解 最关键的 要解决的是要什么呢 就是要确定 只要确定出 比如C点的速度方向 只要把C点速度方向 那这个方程呢 就可解了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 关键实验 求出C的方向 就要确定出C的方向 就要确定出C的方向